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想说 体长我在六三武术社的课堂里面都在这套工作套 最近今天就这样 那我今天特别想说 弄一些国术的一些我常见的问题 跟大家做分享做探讨 有些时候 传统武术这种国术 它的招式其实都很好 不然它也没办法存活下来 可是呢 因为在传统上的问题上 还有种种一些因素 不太讲究一些细节 可能是在传统上的问题 有东西有出了什么 我现在简单讲 我看的就是有一种 打 这样打 额 擋了开 额开 大概都可以 可是如果真的碰到的时候 有半以上 我看会出现一个小问题 怎样小问题 就是这样 擋不太开 我现在证明给大家看一下 然后ok好来 那个你再做一次 你打一个直击过来 ok好来你看我这样挡 你稍微 你看他手还在这里 并没有帮我割开他 动作有没有错 我想对 可是因为你的手 我这样看过来 那他手就会动 我也是一样 看起来是一样 但这个小铁铁会有差距 好 第二个就要讲说这个直击了 你如果这个手铁不贴这个热乳出来的时候 用热乳关的 你用热乳关的 对 很快 好 你陪你 你陪你就好了 打一 ok好来 再打一 很慢 好 二 很好很好打开 贴眼睛这样会被散掉 对 也就是说我简单讲 这个你们在看镜头这样推 压是压住我的 压住我 你看压多 那我左贴 那我左贴了就出去了 用过手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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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很难吗 但是我左如果贴了 再加上我的身体所谓的跨部的力量 像这样 来 就出去了 再多出去了 也就是说你这个拳头出来 你这样看起来是很直心 因为很快 但是你是这样 所以这个时候稍微压就完美 所以挡 比如说这样打这里 OK 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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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我如果真的打 你这边一旦碰到压力的时候 你大门会挺得下 这阵挡其实不是这样 你打过来的时候 这样 或者是这样打开 来掉一个斜线 我简单讲 就像派基人说的 派基无处不跑 洪进 他一定要向外 不可以 很难割打 这样打不开 你不要看空手道 我们中外党 中内党 他也是要这样 这样绝对隔不开 只要这夹住就隔不开 这个 通过一些 列席 传统武术的人 列席我说的不对 那大家就多指教 这是我个人的心得 给大家多参考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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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